我们先从事情的根本开始说起 因为今天已经礼拜四了 从昨天的中午四方会谈 侯科的共同两党合作声明到现在 荣伟和不好意思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台湾没有媒体明确的讲述 我现在要讲这个内容 那我为什么敢讲这个内容 因为我跟四方 马英九 朱立伦 侯友也跟柯文哲 四方因为刚好都很熟 做了再次的确认 昨天确认一次 今天礼拜四我再确认一次 避免讲错 所以我今天有信心告诉你 荣伟和你讲的版本是对的 那如果不对 我下礼拜在我们文化观点跟大家道歉 什么版本是对的 很简单 我们先来看六点声明 那我的标注很简单 六点声明其实就是侯科配 他讲说没有啊 你不是小牛不是列了一堆吗 小牛也有接到我的电话 小牛后来发现说 真的吗 我先跟你讲的是真的吗 如果是的话 他的列举就不对了 什么不对 很简单 观众朋友 侯科科猴现在不是要比谁的名调高 请注意 他是比侯科配跟科猴配谁的名调高 再讲一次 不是比侯又宜25% 柯温哲28% 他赢他3% 不是 没有个人民调 再强调一次 没有个人民调 只有侯科跟科猴 所以可参考的民调并不多 这边我跟大家做个更正 因为昨天 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说陈志涵三次的发言 然后朱立伦打断他 那同场还有其他人跟我传达更精确的消息 陈志涵是一次发言 第二次发言是周渝修 他们两个都有意义 这样不对 所以不是陈志涵个人三次发言 是陈志涵跟周渝修分别发言 那朱立伦是有讲说 我们都谈好了 你们不用再讲 没错 但我要补充一句 柯温哲不是沉默不语 因为现场前来跟我讲说 柯温哲不止不是沉默不语 他还制止陈志涵 你不要再说 我都说好了 了解吗 为何赞良小姐姐会哭 因为已经讲好的事情 柯温哲完全推翻 早上10点去马办 9点钟在柯办谈的内容 直接撕掉 柯温哲直接把他带去 他也有一个版本 他们那个版本 他直接就把他撕掉了 他就不要了 所以黄山山跟城 志涵跟周温修都不知道柯温哲要妥协 可是问题是你要知道 从头到尾的过程 柯温哲他不但骗 而且连自己最身边最亲近的幕僚都骗 所以幕僚的感受当然会不好 你大家可以 最后决定要转折了 你可以告诉你的幕僚 柯温哲不是不可以改变决定 因为他现在讲说 为了要下加民进党 为了要两岸和平 当然这是他的理由 但你可以告诉你的幕僚 前天晚上可以告诉幕僚 当天早上可以告诉幕僚 我等一下去 我决定只要有种条件 我就愿意妥协 没有 所以柯温哲不但背叛了自己 柯温哲也背叛了他亲信的幕僚 柯温哲还背叛了他的支持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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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